Hello 宝宝们 我是24476的小凤 然后到了六神曲的时候 然后唱一首 我师傅唱的比较好听的歌 叫 《活者》送给你们 那个《爱你不是你》三天不录了 我跟那个歌有冲 每天站在高楼上 看着地上的小蚂蚁 它们的头很大 它们腿很细 它们拿着苹果手机 它们穿着奈克阿迪 上班就要知道了 它们很着急 我那可怜的几土车 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 它在这个晨曦里 过得很压抑 虽然它什么都没说 但我知道它很难过 我悄悄地许下眼光 带它去蒙古国 遗争搔 遗争搝 遗争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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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理想 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 不卑不亢 不慌不忙 也许生活应该这样 难道说 六十岁后 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 刚刚这里有个痘痘 扎一个对称 一年一年飞逝而过 还是那一点点小鸡鱼 我喜欢的好多东西 还是没不起 生活总是麻烦不断 到现在我还没习惯 都说前世王八蛋 课唱真好看 慌慌张张 匆匆忙忙 为何生活总是这样 难道说 我的理想 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 不卑不亢 不慌不忙 也许生活应该这样 难道说 六十岁后 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 不想要的自由 皮肤比较嫩满 皮肤比较嫩满 我都不想要的自由 一抓就红 我都不想要的自由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 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 不费不抗 不慌不忙 也许生活应该这样 难道说 难道说 六十岁后 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 只是我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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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也常常对自己说 人要学会知足而常了 可万事都一笑而过 还有什么意思呢 记得点赞转发留言哦 拜拜 拜拜